大家好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微软的爱知浏览器 这是一个新浏览器 现在还在测试中 属于beta阶段 这个浏览器默认是英文的 如何把它变成中文界面 以及如何把地址栏的搜索引擎 改成百度的 我现在已经改好了 界面设置成了中文 地址栏的搜索引擎 设置成了百度 比如 搜索 Microsoft的爱知 就是这款浏览器的名字 默认第一个就是 这款浏览器的官方网站 我先说一下 这款浏览器如何下载 这个网站是英文的 点击这里 然后这有一个下载 Beta通道的版本 Windows10版 以及更多平台和版本 现在它有三个版本 我用的是第一个Beta版 每六个星期 发布一次重大更新 我之前用过是DV版 每周更新一次 这个是每日更新一次 一般用户建议还是选择第一项 以后等了正式版再更新成正式版 我现在的版本是 基于谷歌的78版本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谷歌浏览器 当前的最新版本 是77版本 微软这款浏览器 使用的谷歌内核 比正式版的Chrome浏览器 还要高一个版本 其实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用起来还是挺好用的 这款浏览器 下面说一下如何把界面 设置成中文 特别是这些操作界面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然后找到设置 然后这有一个语言 默认是没有中文语言的 重新来一遍 首先进入设置 然后进入语言 默认只有两个英语 点击增加语言 选择Chinese 中文简体 不要选这个 选择中文简体 然后点击增加 现在语言多一个Chinese简体 然后点击后面的三个点 勾选第一项 然后重启 这样这款浏览器的界面 就变成了简体中文 那么如何修改 地址栏的默认搜索引擎呢 在这搜索搜索引擎 拉到最后 这有一个地址栏 点击一下 默认是必应的 改成百度 上面那个勾选 是可选的 这样我们在地址栏里搜索 关键词 就可以直接使用百度搜索引擎了 这个课室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